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准版iPhone和Pro版之间 在屏幕技术上的差异会缩小 最近有传闻提到 在过一年级2026年 苹果计划引入一种名为LTPO价的新显示技术 可能会再次拉开Pro和标准版在屏幕技术上的差距 让消费者更愿意花更多钱 购买iPhone 18 Pro或18 Pro Max 这个消息由Jack Carlos Reap发布 他表示独立分析资讯公司Ondia预测 苹果将在两年后引入LTPO价技术 虽然它在X上的最新帖子中没有详细署名 但这位爆料只表示LTPO价一旦量产 与标准LTPO相比 它将拥有更强的性能 包括更高的效率 目前 三星和LG是苹果iPhone显示屏的主要供应商 每年为苹果提供大量LTPO屏幕 因此 这两家制造商极有可能 继续承担相关LTPO价技术的研发和生产任务 不过三星曾因利润考虑 拒绝为苹果2024款iPad Pro M4平板 生产双层串联OLED屏幕 直到苹果下达足够大的订单才最终同意量产 而这一延迟也导致了2024款iPad Pro M4平板推迟发布 类似问题可能同样会影响LTPO价面板的研发进度 乃至苹果iPhone18手机的组装排期域发布过程 苹果可能需要投注去自推动相关生产线的建设 因此 假设中途出了什么差子 iPhone18 Pro和18 Pro Max 可能还是会继续使用常规的LTPO技术 另外 分析时国名机爆料 iPhone18 Pro Max支持可变光圈 它将显著提升用户的拍照体验 可变光圈镜头由顺宇光学和大力光两家供应商提供 其中大力光是一级供应商 顺宇光学是二级供应商 有了可编光圈后 手机可以根据环境光线的不同 自动调整光圈大小 例如在户外强光下拍摄时 手机可以缩小光圈 避免过度曝光 而在室内或弱光环境中拍摄时 则可以放大光圈来获得更多光线 关于探讨LTPO家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前身 LTPO LTPO是一种薄膜晶体管技术 在智能手机屏幕上 我们通常看到的图像是由许多像素组成的 这些像素会不断刷新来显示新的图像 LTPO技术就是用来控制这些像素刷新速度的一种技术 LTPO技术的主要优点 是能够根据显示内容的需要 动态调整屏幕的刷新率 比如 当你在看静止的图片时 屏幕可能只需要以较低的刷新率工作 这样可以节省电量 而当你在观看视频或者玩游戏时 屏幕刷新率会提高 以提供更流畅的视觉体验 在iPhone 13 Pro上 苹果首次引入的Promotion动态刷新率 就是运用了LTPO1的技术 可以从始到120Hz刷新率自由切换 当前iPhone 16 Pro系列 以及Apple Watch Series 9等设备用的则是LTPO2 它能够在1到120Hz刷新率之间切换 相比上一代能带来5%到15%的能耗降低 还实现了全天候显示的效果 Apple Watch Series 10屏幕 所使用的LTPO3屏幕技术 和前几代又有所不同 从苹果官网的介绍来看 使用了LTPO3技术的Apple Watch Series时 在从倾斜角度观看时 屏幕比以往更亮更易度 如果这项技术运用在未来的iPhone上 就意味着 iPhone也可以获得更好的可视角度 以及能耗降低的改进 那么 LTPO家又将带来哪些提升呢 根据目前的传言 LTPO家技术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突破 更高的效率 LTPO家有望进一步提升屏幕的能效 让iPhone的续航表现更上一层楼 更出色的色彩表现 LTPO家可能带来更广的四域和更高的对比度 让画面更加生动逼真 更快的响应速度 LTPO家有望缩短屏幕的响应时间 让出控操作更加灵敏 虽然LTPO家的前景一片光明 但其研发和量产严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LTPO家是一项全新的技术 需要面板厂商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 其次LTPO家面板的生产工艺更为复杂 量率可能较低 这将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 此外 苹果与三星 LG等面板供应商的谈判 也可能成为一个变数 不过 LTPO家的潜在市场前景也是巨大的 随着消费者对手机显示效果要求的不断提高 LTPO家这样的现金技术 无疑会受到市场的追捧 如果苹果能够成功推出大载LTPO家屏幕的iPhone 那么必将在高端手机市场掀起一场新的竞争 LTPO家OLED面板的出现 无疑将为苹果的iPhone产品线注入新的活力 虽然目前关于LTPO家的具体细节还比较模糊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苹果正在不断探索显示技术的边界 微用户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LTPO家能否成为苹果下一个杀手锏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期待搭载了LTPO家屏幕的iPhone 18 Pro系列吗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